其实这个是一个不一定准确的假设 不一定准确的假设 而且就是啊 所有的这些词都体现出一种什么呢 这种统一化 大帮轰 这么主流这些东西 中国现在最缺的是多元化 而不是说 中国现在最妙的是 大家口头上提倡接地气 实际上都盖高楼 对不对 现在最大的地气就是到处起高楼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反讽的一件事情 所以接什么地气 很多地方那个 你真要是说敢 你比如说我在北京 我都不愿意出门 你知道吗 你真出去接接地气 乌烟瘴气 所以我说我们还反其道而行之啊 也许我们应该开天眼 老说什么接地气 对吧 为什么不能有个逆向思维 你应该开开天眼了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正能量 这个词为什么我也不喜欢 这个呢 其实亚利斯多德啊 两千年前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那个你知道悲剧是他们那边出来的吧 他们当时对悲剧的有一个基本定义 中国人很晚猜 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就是你去看一出戏 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好人 很死得很惨 那有什么好处呢 按我们今天来说的 这不是正能量吗 你把个正面人物死掉了 那不是负能量了吗 可是他就解释到 一个比你好一点的人 不是非常好的人啊 比你好一点的人 因为小错受到大的惩罚 使你看的人会产生一种恐惧跟怜悯 而这种恐惧跟怜悯 当你离开戏院的时候 它就会净化你的邪念 净化你很多不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 所以这个就是叫宣泄 所以悲剧在西方 数千年就有这么一条 我们到很晚都得 就说里面有好人好事 才会教我们 如果这个人是好人 最后死掉了 我们会觉得这个大家会 所以这个是 这是我觉得正能量 这句话 这太简单 应该读读阿里斯多德 所以就是说 还讨厌一个词什么呢 就是励志 是吧 我宁愿喜欢李连杰的太太 我也不喜欢这个励志 就是 那也是一种方法 对 就是说 谁来裁定正和负 什么能量是正和负 有的时候 你不要因为你提倡了正能量 就做成了假能量 对 是吧 能量就是能量 我一直都很讨厌各种什么 励志感人的言语 语录 励志故事 不是说那些故事不好 当然也有好处 而是说 整个社会在谈这个 尤其正能量也是很讨厌 正能量这个词 还是香港人先讲的 讲了好几年了 很讨厌 他鼓吹个盲目的乐观 对 向上 通常是昏头昏脑的向上 是是是 对吧 就是 我见过太多这种人了 那这些人 盲目乐观 后果是很悲惨的 你 你比如说我局里 比如说有时候 我看到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他的教孩子方法 就很厉害 他两个儿子 都喜欢踢足球 踢的都不错 然后呢 人家别的父母说 哎呀你儿子将来 能够成为足球明星啊 什么 就老跟他这么讲 然后呢 他教育孩子方法怎么样 就每次孩子踢好 他说 你踢球是不错 那你以为你真的是明星吗 你看电视 全是像你这么踢的人 多了事了 你以为你算老实 他说负能量教育 他说负能量教育 完全不立志 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你因为每一个家长 他的小宝贝 一个月 几个月大 在跳舞 就说 哎呀他将来要舞蹈家 天才 都这样 对吧 人人都天才 哪有这个事 那万一当他将来 他遇到挫折 当他发现自己原来不是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你应该要平和的 来准备这个世界 来面对这个世界 你哪知道你会走哪去 而且你刚刚说那种 接地气什么 也跟这个 我有点关系 都是大众化的那种 要全体人都该一起往上 全体人应该怎么想 你也该怎么想 对 因为我也常被人骂不接地气 其中一个最主要理由 就是因为我不玩微博 那是很多人说 你现在身为媒体人 不玩微博 只有我接了 对他接上了 我没有一条腿接着就行了 那就行了 我们三个你接吧 你负责 他们就说你不玩微博的话 那你怎么能接地气 知道老百姓什么 你太精英了 瞧不起咋炒根 这其实很简单 不是瞧不起 也不是不要接地气 而是 就是不喜欢玩微博 那又怎么样 OK 我们不一定要做 最懂得老百姓 想什么主持人 或者媒体人 也不是想做 我也没想要做 最受欢迎的媒体人 我就做我这份的 你喜欢也就罢了 不喜欢也就罢了 从今天的流行词啊 我一直讨厌到当年的流行词 当年梁启超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有这种叫鼓动风潮 造成实事 你看中国总有一些人觉得 总有一些人觉得 他有资格 号召大家 忽悠大家 你们啊 过去都错了 你们都应该往哪去 你们都应该干什么 你知道吗 凭什么你有这个优越感呢 你凭什么觉得 你你就代表正 我就是富呢 然后听他的就叫积极 不听他就叫消极 对啊 谁来裁判呢 在上帝面前 我们都是无往不在错误之中的人 对吧 大家都在寻求各自的真理嘛 是 你说到这个呢 我又回想起来啊 就你刚才说 十八大有个好事 就言语上 好像是古车说人话 但还有一点 我就希望 过了今年之后啊 就是 关于说话这件事 有一个更重要的领域 也要转变的是什么 就我觉得 刚才我们说 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十八大 全中国都在很多事压着 这个不动 这个不动 这个等十八大 这恰恰说明了 今天政治 跟我们的关系有多密切 假如有一天 过了这一次之后 不跟我们那么密切了 我们做什么事 不用再等十九大了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了 觉得这事儿 这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也不影响我 原来要做什么 那就好了 我觉得那就 大家回到一个 正常的各过各的 不用那么统一的 等着什么事 你放心 至少有一件事 不受影响 就是我下面要说的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蔬菜水果 用传统方法 能洗干净吗 当然不能 要用开米蔬果清洗剂 开米蔬果清洗剂 是餐桌上的 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开米蔬果清洗剂 安全更健康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 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 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 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 加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真的 文道说的 为什么咱们只能得 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诺贝尔科学奖 就得不了 真的 就是那天咱们还说过 我们应该 以自然为师 就是模拟大自然 就是大自然 你看 没有说大自然 没说开个开会 说今年咱们提倡什么 今年提倡东风 今年提倡东风 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 今年要正能量 那年要负能量 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 就接提起 大自然就是万物各从其性 是吧 百花齐放 自由生长 尊重个性 你爱干什么 你爱不接地气 你爱到天上去都行 是吧 高处不胜寒都行 你也是一路 你也是一种 只有模拟大自然 我们才可能产生 大自然当中的那种灵感 那种精彩 但是这个 我们现在是岁末年初 这么关键时刻 中国人过去几十年 甚至一百年 都有一些核心观念 就是方向 进步 前进 你知道 这些词在我们的 这个整个意识形态的起 就要是 要是你说大自然 很多人就会去说 那我们往哪个方向前进呢 这个 这个年 年初 年末的时候 就是 我都想起鲁迅一句话 曾经阔气的想复古 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 尚未阔气的要变革 你看 这是 这是接地气的话 这话 接地气 我们说的那个 都有点太往上走了 这个国家 大家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啊 当然啦 你们到一定的境界 过了生存 温饱阶段以后 在发展阶段的时候 您可以听大自然的 对 可是 几千上亿的新进城的民工 真是真是 这个整个国家 很多人 他们的整个生存状态 跟你这个积极大 真是息息相关 所以 有道理 所以不满现状的 要改变现状 这未曾阔气的人啊 在我们国家是 这个 但是这个事情 恰恰说明就是说 这个 等这样的一个集体方向的出来啊 因为它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嘛 恰恰说明我们现在 我们跟政治的这种紧密啊 就或者有一些东西是把它连起来 但假如这个都更松开一点 就大家说不定 多少亿的农民或他当然要受国家政策影响 但他们有没有一些别的方向 可以自己 我懂你的意思 文道 但是你看啊 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从小长到大的人呢 我就觉得啊 这个过程啊 已经在进行中 而且发生的变化太大了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个人生活跟政治的关系 可比今天的人的生活 跟十八大的关系 今天都算不受什么政治影响了 真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 那真是叫息息相关呢 上面政治的一点风吹草动呢 你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正常存活的问题啊 那可关系太大了 今天已经是进入一个 我觉得是在一个像庶民社会 就是那种庶民的社会 平民社会的方向 已经往前走了很多了 而且我相信你会看到啊 接下去政治和平民生活的影响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就是说少谈些政治 多谈些文学 多谈些文学 多谈些文学